如果都没有 这个八个校长 就是拿来让你用的嘛 我觉得这个对于 这个后用校长 对这个教保人员 真的非常的不公平 是 后用今天是 终于出席了新北市议会 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这个未要案 只说之前媒体在问他 要不要出席 为什么都没有办法 明确的回应呢 来言之 这个份侯友宇今天到议会 可以针对这个未要事情 说明清楚吗 其实本来就应该要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事件 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那如果说外界对这个事情 有疑虑 其实家长也不放心 所以侯友宇他这次 他到议会利用这个平台 全国都在看 他提出他的看法 我觉得是 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也很成功的 化解外界一些疑虑 第一个就是外界一直质疑说 市府的动作 真的是没有太慢 人家一直讲说 四月多就通报 你一直讲五月十五号 才接到通报 然后五月十五号 才开始启动 那这中间就有 十几二十天的落差了 那他今天也很清楚 告诉大家就说 就没有四月多这件事情 那个研考会已经查过 所有电话就都没有 就没有四月多 这个通话记录 那这个本来出来爆料的 那个立法委员张宏璐 自己也都后来有改口 他说我们从来没讲过 四月这个东西 所以四月这个 确实是一个乌龙 还是说那可能是 家长的反应 家长的反应 说有打电话 那结果 结果其实老实说 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 因为现在就是 新北市府到底有没有 就是说恐怕连家长 现在已经不信任 那个东西其实很好查 为什么 因为只要去找 那个讲的家长 问清楚就说 家长请问一下 你是哪一天打电话 我们对一下通人记录 请电信公司提供一下 谁说谎 或者是谁搞错 很容易就发现了 对不对 如果是市府是说谎 我们要追究他责任 要求延安会主委下台 好那这是一项 这是一项嘛 是不是有八字月下旬 打这1949专线 好那就至少可以出来澄清 然后再来就是说 外界也是质疑说 你罚这个幼儿园 罚15万是不是太少 那后来他们也列出来 这个已经罚到最重 三个法令 然后各罚多少 15万已经是最重的 然后还有一些程序 就是市府应该给家长对待 也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说明清楚 否则其实大家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怠慢嘛 那有个疑点啊 那为什么家长那时候 已经不相信新北市府 后来还带着小孩 自己去这个验 验这个什么 验那个有关 是不是那个巴比托残留的 对这要看说 那个家长他之前到底 跟市府的沟通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教育局是说他15号 他才接到通报 而且他的通报是警察局 告诉他的 那家长是14号 跑去警察局 拿着那个报告去报案 所以看起来市府 之前是不晓得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个这是今天 他们的说法 那因为家长会去报案 显然就是不信任 新北市府的做法 才会直接去报案 其实我觉得啦 这个事件 它可以分几个层次嘛 第一个层次 它是一个社会事件 由司法来调查 就是说 他可能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老师真的有喂毒 第二个是 学生可能有用药 那个药里面有这个成分 但是老师他并不是故意要去喂毒 这是第二种可能 第三个是 那个药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接触到的 这都有可能 但至于是什么结果 由司法 警察官他们去调查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跟市府是比较无关的 但是在市府的责任 行政层次 行政层次 你如果 周杨哥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当然觉得说 这个事件 不管它结果如何 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喂毒 也有可能是最好 大家都放心 那即便是这样 但结果出来之前 家长会担心嘛 全国的家长都会担心 市政府本来就应该 用同理心提供最快最好的服务嘛 那目前教育局 他们就是教育的心态 每次都是SOP照张办事 以前我有跟教育局讲 我有曾请人小孩被霸凌 跟他说赶快调查 家长很担心 他说要两个月 如果说你的小孩被霸凌两个月 因为确实按照他的SOP要两个月 要成立什么校内的调查委员会 校外调查委员会 那个程序如何如何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曾姐 如果愿意 朱立文愿意去就这个副手 那这等于就是党主席兼副总统 党主席兼副总统就有点像赖的味道 那我告诉你 侯友宜就被架空了 所以侯友宜我觉得 他会干这种事吗 他会同意吗 他死也要死撑下去啊